我突然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關於香港的老宿者的問題 譬如說香港政府的財政情況越來越差的環 譬如說接近破產邊緣 那些NGO、慈善機構 更加分得政府少的錢 而又缺乏民間的捐獻 那其實那些 譬如三聖孫的中途宿舍 或者同區其他機構的中途宿舍 那其實沒辦法再經營下去 如果沒辦法再經營下去 那就更加多人分哀 或者精神有少了問題的人 都會直接放進去精神病院裡面 其實情形很嚴重 那再喝下去 如果 如果 錢也沒辦法去經營這些精神病院的話 空階都會是精神病 所以其實可以 做感動下去的情況 越來越恐怖